新传有道,对话千年 视频中我们说过,我们的仙人在造字时进取诸身,远取诸物 比如人字就是人体侧面的象形 比如大字就是人体正面张开双臂的大人 比如子字就是突出大头特征双臂挥舞的樱桶 比如交字就是突出交叉的腿部特征 而到了女这里就是突出双手交叠于胸前,跪坐于地的女子了 到了后来,女字逐步变化拉伸,到了隶书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样子 当然有女带出来的,还有着重突出哺乳特征双乳的母字等等 我们暂且不说 说完了女,我们再说棉 这是棉的甲骨文 这个字上面两笔是屋顶,下面两笔是墙壁 道字的本意就是房屋的意思 小传写作这样 再后来就逐步演化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宝盖头 其实很多带这个部首的,基本都与房屋有关 比如我们合家欢乐的家,就是一个棉和一头猪 屎,表示家中圈养牲畜 比如我们教室的氏,就是一个棉,加一个表示道达的志 表示我们居留止息的房屋 比如宝官的宝,就是一个棉,加一个低眉顺目的奴隶,臣,表示奴仆 比如我们守护祖国的手,就是一个棉,加一个表示手的幼,表示守护家园,等等等等 回到我们的安 上面是一个棉,下面是一个女 本意就是女子在家中安坐、安居,后引身为安乐、安全等意 后来逐步演化就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今天的世界安全生产与健康日,你有说过吗?